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cus ST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只有全区设定 就在最高等级的Focus RS 才有四区 所以开口酸之前请先做好功课 在安全配备上 当然搭载了福特引以为傲的Copilot 360全方位自驾科技辅助系统 拥有LV2等级的半自动驾驶 基本上成为同级对手中高科技安全配备最完整的车款 但Focus ST Wagon有哪些缺点呢? 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 没有CCD主动悬吊 没有手牌 但出了手牌也卖不好 还是进自排好了 哪些优点? 同级唯一的LV2半自动驾驶 最强性能 最高CP值 又有性能又有空间 夫妇何求 出了Wagon你还等什么? 花140万买火炉啊 动盘啊 出手牌我就买 出四驱我就买 你就慢慢等吧 就算真的来你也不会买 对热爱性能车的好爸爸们 这货真的超值吗? 比Focus ST多花6万 多了空间让你放两个儿童安全座椅 两台婴儿推车还有早 堪称同级车最强性能Wagon 你现在想买也要等到明年了 首批配额早已售完 今天不再定称 明年就看着别人开你爱车 啊 真香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同时欢迎大家最终站长的IG账号 里面有站长每天的最新动态 希望听站长继续讲什么主题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猫龙骑仔洋兵 我们下回见